捋一下关于接下来时间的活动安排 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 国服周年轻7月14号结束 国际服采用日7月72结束 国际服的中年轻会衔接采用日 是从7月12到7月26号 而国服的采用日 个人推测也会和周年轻衔接 推测理由是 去年国服的采用日是7月13到26号 7月15号国际服会开启 新季节二重唱机 国服预估会在7月下旬开启 7月17号国服专属活动 游游节 会有向日葵系列装扮可以获取 7月29到8月18号 国际服会开启新活动 凯旋锦标赛 也就是测试服刚测试完的运动会 国服预计会同步开启 因为它对标的是现实中的奥运会 8月8号左右 国服专属活动七夕节 会返场情人节的小船 秋千等礼包 9月初去年是9月11 双服活动阳光日 也就是夏之日 就是有成散 郁金冲浪板的那个活动 10月初去年是10月2号 双服活动时尚日 这个活动比较出名的物品 就是兔子拖鞋 10月底去年是10月23 双服活动万圣节 也就是额字巨日 就是比较火的蝙蝠斗 无视头的那个活动 12月中旬去年是12月18 双服活动圣诞节 也就是宴会节 华语板鹿角雪花斗 等等就是这个活动的物品 这也是24年最后的一个活动 按照时间表来说 安排的还是比较满的 大概率不会再有新活动 然后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发评论区 肯定会有老玩家会帮忙解答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